那骑车呢 您戴头盔了吗 要知道啊 头盔是宝 行车戴好 人体最重要的身体部位呢 就是头部 崭露头脚 出人头地 枪打出头鸟 古人呢 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来强调啊 头部的重要性 但就在11月4号晚 浙江金华后宅交警大队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 拦下了一辆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员 但该驾驶员却表示不服气 面对交警的灵魂拷问 该驾驶员呢 却金句频出 11月4号晚上6点多 浙江金华交警大队设卡查处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在检查过程中 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见到前方交警后 立马掉头就走 由于男子未佩戴安全头盔 被后方执勤队员拦下 作为国家公民 你们每天要爬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吗 天天被你们罢都罢怕了知道吧 对啊 我现在你们肯定要躲大哥 这是人嘛 对不对 人叫常情嘛 对吧 如果你没有违法 你跑什么呢 你们说没有牌照罢款 牌照办了 好的 对啊 你们现在头盔没带 怎么办 这个姑娘 你是不是连我致服也要穿上的 是不是 你们说罢一次两次 你们天天都罢 杀人是违法 你驾驶飞机动车违法了 也是违法 有大有小的区别 小的违法 我们就不抓 不可能啊 最终男子认识到错误 因其电动车未戴头盔 被罚款10元 任你巧舌如簧 也对不过法律的严整 再说了啊 这可是为你好 知错改错 才是好同志